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廢物貝亞奇的想法 主要是來自於就是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中國的那個有人有白色海客在那個 在那個中國的網路上發現到了MongoDB 上面有五億多筆的那個QQ啊 微信啊那些通話紀錄 所以其實在那邊就是一通話 其實都有可能是 不是都有可能 是被監控 然後並且很有可能就講話是被分析被研究的 那所以那邊講話很危險 那麼 其實尤其現在的那個所謂大數據啊 人工智慧越來越普及 那也造成了就是政府想要找出一些敏感言論 變得更容易 因為它可以透過程式來找敏感言論 所以也不一定說你只要避開敏感詞你就沒事了 因為他們可能可以用很多方法 你就在那邊用到敏感詞 也可以知道你講的東西是有些問題的 那所以我這邊先關於問題 讓我先來一個資訊科普交流的事 就是編碼跟加密的差別是什麼 那麼這邊講的是加密 就是假如我這邊有個字叫做 週六下午一點穿黑衣服在立法院前集合 那我透過AES256加密 然後用這個密碼加密之後 它可能就可以變成像下面這個樣子的字串 那這個字串其實 人看到可能像亂碼一樣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二進位的東西 那麼下面這個亂碼要經過這個密碼 才會把他還原回去 所以加密解密的動作就是一個有包含密碼的動作 可以把一個字變成另一個字 然後再回來 但是你要有這個密碼才做得到 你沒有密碼就做不到 所以它是用來保護資訊 不要被人家看到 另外編碼解碼這件事情是說 我可以把一串字變成另外一串字 那這個規則又可以很容易變換 不需要任何密碼 那通常是用在說 有的環境我可能只允許音數字 我不允許有全新中文字 那這個情況下 我可以用編碼的方法把它弄過來 那所以這兩個可以組合的 因為像剛剛講的 我用加密之後 它可能會變得像亂碼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再通過編碼 我就可以變成這種 知道人打了出來的東西 我就可以很正常的 用通訊軟體來交流它 所以可能大家就會有好奇 那這樣不就已經有現成的加密方法 很安全了嗎 可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在通訊軟體 是這樣子的廢話記錄的話 其實應該很容易被政府發現 你在做一些奇怪事 那中國有一個叫做 與佛論禪的一個編碼服務 你這文字你可以被 然後但是這樣子 任何人都可以用 與佛論禪再把它解密回來 所以只要中間再加上一個 就是加密過程後 就會變這樣子 這個東西其實你解密回來 也是個亂碼 所以別人也不知道 你到底在那什麼 除非你知道密碼 可是這個有個問題就是說 中國會毀掉你的佛 就是這邊有太多的東西 可以被社會敏感之一涉下去 這個編碼就毀掉了 所以 然後更可怕的是 它不是直接把你屏蔽起來 它是說 我發現你有特殊的特徵 那我開始追蹤你的所有的 線上線下行為 所以回到這題 到底廢文編碼系要做什麼的 就是 目前想法是說 我加密之後 然後透過廢文編碼系 可能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就是下面是一個很廢文的東西 就任何人看到都 不知道這東西是搞什麼 可是 AI 要判斷之後 這東西是個廢文 或是個奇怪的東西 它也很難判斷 因為這東西 正常的情況下也很容易出現 那 可能的原理就是 譬如說 我允許你走進我的世界 這個 我允許你走進我的世界 這每個詞 都本身是有個代碼在 所以我們可以有個數學公式 可以把原來加密後的東西 然後被轉換成這樣子的廢文出來 對 所以這邊也是特點 那這些時間到了 那就是 需要幫助 就是可能有些自然語言分析 或者收集語料庫 然後讓我們可以就是 為中國帶來一個 不用受到控管溝通的一個空間 跟你們跟家 搭配合 對 就是 對 有 在 明天 有 有 對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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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